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过往的两个星期 在美国有很多大学 甚至在欧洲 甚至在加拿大都有 多人多 我记得 麦娇都有 美国差不多都有 横跨20个州 40多间大学 全部都是知名的学府UCLA 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 很多MIT 麻省理工 很多都是很出名的大学 还有法国索邦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的起源地 所有都是很出名的大学 都有同一个议题的学潮 就是反以色列 撑巴勒斯坦的学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 这些学潮的新闻 美国 到目前为止 刚才说过 横跨20多个州 40多间大学 也都拘捕了差不多2000多人 现在到 一个其实是规模不少的 一个学生运动 如果看 从以下开始爆发战争 的时候 我都经常强调过 就是这件事其实是 一件很难分对错 亦都是人类 智慧能不能够解决的 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 或一个问题 相当之不容易 只是去到今时今日 其实选边站 你都已经有困难了 背景其实就不是很复杂的 以美国为首 在这场战争里 几乎以美国为首 西方自由阵营的国家 基本上 他们几乎所有的政府 都是站在以色列那边的 因为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 缘起 是因为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组织 发动的恐怖袭击 这个就 大条道理 第二就是 犹太人在国际上的影响 特别在美国社会的影响 是非常之深远 多层次 甚至美国的政府 无论民主党的政府 共和党的政府 其实都会 一定程度上 受犹太人以色列的影响 所以 其实 不难理解 大部分的政府 都会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立场 但是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 今天 以色列的政府 耐塔利亚湖的政府 其实是一个偏右的政府 而且 对巴勒斯坦问题 其实 耐塔利亚湖从来都是 非常之鹰派 非常之 强硬 所以 问题是 究竟如何回应 哈马斯的襲击 到今天 如果你问 来塔利亚湖的 就是 消灭哈马斯的组织 消灭哈马斯组织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差不多摧毁 今天 在巴勒斯坦 在加沙 整个地盘 OK 而这个地盘 有人口 大佬 都有几百万的人口 这场战争打到今天 其实已经 死亡的人数是以几万去计算 那里面有很多是平民老百姓 所以 在支持以色列的 西方自由阵营 这里就去到一个尴尬位 面对着很多人道的问题 面对着每一个国家都面对着 当地一些左翼思想的反对 反抗的问题 在这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 其实都见到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社会运动 而这些运动其实是 某程度上是禁止的 因为跟政府的方向 其实是背道而辞 而且也不鼓励去支持巴勒斯坦 到底是否等于支持这个恐怖主义呢 所以这里真的引申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复杂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的祖国 中国最乐于见到 今天无论是中国或是俄罗斯 更加乐于见到 因为可以分散注意力 分散对俄乌的注意力 亦都可以 如果在中国的立场就是 在每一个西方自由阵营的国家里面 都可以就着这个议题 而继续去分化社会 所以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亦都没有办法可以 吸出一个是绝对的答案 究竟你站在以色列那边是正确的 还是站在巴勒斯坦人那方面是正确的 两边都可能有理据 亦都有值得争议的地方 所以 但是这个就 我们这两个星期 如果你有关注这件事件 其实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看到了 我自己看到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自由的可贵 和自由要付出的代价 你看到所有如果有关注这些学潮的运动 其实你都觉得挺亲切的 因为很多都好像理大一样的事件 大家 第一就是 大学里面的学生 然后就支持巴勒斯坦 然后出来做学生运动 他们的学生运动也是一样 当然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大学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 都仍然处于一个占领的状态 要占领 公民抗命 迫使大学 大学的管理层 甚至美国政府 要就范 听到他们的声音 跟他们聊天 或者直接是 可能是 做很多的要求 包括说 是否要收回 对以色列军门 这些议案等等 都是在做这些事 而当中的过程也有 一些挺暴力的场面 双方都有 警察这边也受到一些武器 但是也见到警察 就是用有限度的武力去做驱散 做拘捕等等 所以很复杂 如果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会 第一 我自己就会想起很多 19年 2020年的景象 但是也要问回自己的问题 究竟支持学生 还是支持警察 现在在这件事 在这件事里 如果你问我 就是 我经常说 在这件事上 很难有一个特定的立场 但是我很清楚告诉大家 杰斯从来都不支持 这个就是 巴勒斯坦 基于很多的原因 但是是很残忍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发动这场战争的缘起来自哈马斯 哈马斯从来都是一个恐怖组织 在我心中的定义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它是踩过界的 还有它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它的目标就是 消灭以色列的 这个是哈马斯的政綱来的 如果你问我 你说今天 以色列人 就还以颜色 然后去到 今天 杀了很多新灵涂炭的 巴勒斯坦 在加沙的平民老百姓 但是我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加沙的平民老百姓 有没有给世界去见到 他们也同时反对哈马斯 这个是一直都不清晰 就是很不清晰 被大家见到的 所以去到战争的时候 枪火无眼 或者战争其中一个定义 其实就是要来解决问题 是以暴力来解决问题 这个已经是毫无争论 所以 就是 相及到无辜 现在不是古代的战争 古代的战争 如果你回到罗马 年代 大家就挑选一个大草原 然后双方军队对阵 然后就打餐饱 不是很关于平民老百姓 但今天已经不是古代 是现代 现代的战争 相及到无辜的老百姓 都差不多是指定的动作 我们真的不能去避免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整个过程 其实是的 我也同意的 以色列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 在莱塔利亚湖领导之下 其实已经犯下很多战争罪行 如果因为 有一个一套 大家公认的战争的 跌距 我也不会说了 但是以色列是犯了 所以两边都是 我只能够这么说 不要经常逼大家 一定要选择站在那边 两边都可以错 可以不可以呢 所以 首先一件事 起码我从来很清楚 我自己是没有支持过巴勒斯坦的 好了 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 你今天 如果比如说 师叔 你不支持巴勒斯坦 那些学生支持巴勒斯坦 你就不支持那些学生 先这样 某程度上 我是不支持他们 支持那个议题的 但是 但是 另一件事就是 这个就最值得大家去 不止思考 还有就是要去面对 面对的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当一帮学生也好 人民也好 出来一个抗争运动 这个抗争运动 当然是跟 基本上 差不多一定是会 跟自己的政府对立 但是他们的议题 其实 其实得不到你认同的时候 你又会怎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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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这一帮学生 譬如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 今天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就是 他们搞乱了香港 不是 搞乱了美国的秩序 如果你说 如果你在纽约住 你会不会说 纽约大的学生 简直是离谱的 是非又不分 然后出来破坏了秩序 最好快点翻归 好像陈八强 谭泳伦那样 撑警 全部拘捕了他们 自乱细 用重点 甚至 其实 会不会有些香港人 会觉得 今天这些美国的大学 应该学习我们香港大学 首先 把实招在我门头 以后 如果哪些闲闲人等 要入大学 就要预约登记 这样 那行不行呢 至少今天 美国的大学 仍然是守着一条 就是大学 应该自由开放的 这条底线 搜不搜得到 不知道 但是应该都守得到的 还有就是 都要明白到 这个大学 那个自由的 风气是很紧要的 校园 应该是要自由的 那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就会陪你捍卫 就是 都是那一句 大家都一定听过 就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是我都要尊重你 表达自由的 那个 就是 那个 的 权利 那所以 就 最近 拜登都出来说过 那他就 就着这件事件 他就 其实都 挺 妈妈 是女人 但是 你又想他怎么呢 那他就说过 我们不是要人民 禁声 或者是打压意义的 一个威权的国家 这个不是美国来的 事实上 和平抗议是美国人 回应重大议题的 一个最佳的传统 但是我们也都 不要忘记 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 我们的公民社会 和秩序 是必须要优先的 他就说了 Top priority 是说公民社会的秩序 是要优先 是优先过这个 就是人民表达声音 这个是拜登的看法 OK 那么 后果就是他自己自负 因为在大选年 那些年 去回越战年代 尖心 这个民主党的尖心 顶替被暗杀的 金賴迪 的Johnson 其实到最后 选举落台输给尼克逊 都是因为反战而带起的问题 今天也是反战而带起的问题 所以这股左翼的风潮 不能看少 但是左翼的风潮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病毒 所以这个就交给当权者的拜登自己 后果就是他自己自负 会不会影响到最后的选举呢 这个就交给他自己 但是其实他没什么太可以退 也都没什么太可以转的 OK 因为 你难道叫他 调转枪头 支持巴勒斯坦 而又不支持以色列吗 其实他都不想支持以色列 你看到 左交的拜登 和右翼的 内塔尼亚湖 其实都贸合神来的 OK 可能共和党上台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会好一点 现在拜登其实都是局残的 但是只会尽量去控制弟弟 不要过头了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就交给他自己 他都很清楚出来表态的 就是无论你怎么说 现今的美国政府 或者包括这个欧洲 就是西方自由的阵营 其实都一定是会撑以色列 撑到底的 所以这个是改变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 唯有的就是说 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 那这些问题其实在 就是当 就是 未必是整个 整个社会的主流 的看法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 甚至是 不认同这帮学生 他们的看法的时候 那我们究竟用一种 什么的态度去看这帮学生呢 我们有没有警惕自己的 就是 喂 我们究竟的标准 有没有是double standard的呢 有没有双重标准的呢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要很小心去处理 还有你会看到的就是 自由可能都是双面印来的 OK 就是你说喂 对你合车 然后就 看到很多年轻人出来 好像19年 2020年 那我们就 喂 我们又帮忙了 又怎样啊 我们又很支持他们啊 我们又为他们而 就是哭泣啊 这样 喂 不支持那时候 那你又 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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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爆他们 那不是这样的 所以 就是 我们自己都要很小心去 就是 处理这些 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那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都挺值得思考的啦 就是 都可以顺带说一下 就是 这场这样的战争 怎样看以色列人呢 那就 刚刚过了的星期日 的主日 那我听 听我每个星期日 我就都会听这个 今天Richie Hall 吴志芬神父 他的主日港导 他的主日港导会放在YouTube上的 那我就每个星期都会听 那这个星期呢 刚刚过了星期日 其实他都有提过一样东西 就是说 人开始忘记天主啦 然后 然后呢 就 自以为是上帝啦 那我们今天的世界 其实搞到这样 都是 都是因为 整天觉得自己是上帝啦 那之后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啦 那 所以就会搞成这样 然后他讲一下讲一下 就讲到他一句 大家都听过的说话 这句都很值得分享 这句话就叫做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句话呢 其实就在旧约圣经呢 就经常都经常出现的 因为 回到旧约呢 旧约呢 旧约呢 就是今天犹太教啦 以色列人啦 也就是犹太人啦 他们的信仗来的 那在旧约呢 他们就只谈旧约 就不谈新约的啦 这个呢 就是大家信同一个神 但是大家都有少少 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那你又不信新约 就是什么呢 不信新约 就是不信有耶稣的存在啦 那犹太教其实就是 只是信摩西的律法 也都是 正是信 我们都是信同一个神 那然后 以色列人 今天以色列人呢 就只是讲摩西的律法 那摩西的律法里面呢 就是回到2000多年前啦 或者 也都如果 在犹太教的角度里面 就是人类第一套的律法啦 那这套律法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呢 今天看回 就十分之 这套律法里面 就是比如鼓励有奴隶啊 那那些可以以后再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 就是在2000多年前 奴隶的定义 和今天的定义 也都很不同啦 但是其中有 它也有一些法律呢 是属于叫做 报复法的 报复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 大概讲法就是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那么在 又拿回一本圣经看一下先啦 在这个呢 大概看一下先 有一段呢 就在这个出埃及记 在出埃及记的 等我看一下先啦 大概是第21章啦 第23节左右啦 他有讲过的就是 有什么的损害都好 有任何损害都应该是 以命常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落还落 以伤还伤 以巴还巴 但是他其实里面 这个呢 第一样东西才说的就是 以色列人是多相信 以牙还鸭 以牙还鸭 以牙还眼的 但是刚刚讲 吴志昏神父 就这个礼拜天 都讲着 再讲这句说话 其实呢 吴志昏神父 就起码提出了一样东西 他就说 其实今天是 世界的分乱 或者以色列 他们相信的 以牙还牙 以牙还眼 其实他们要想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有没有还多了 有没有over了 就是这个是 我吸不到一个答案给大家 但是至少要问一样东西 就是哈马斯发动的恐怖主义 那你反过来 就算要消灭整个加沙的哈马斯 以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国 其中这一半 OK 那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人家剝你一只牙 你就剝回人家一只牙 这么简单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人家剝你一只牙 你要拿人的命啊 那这个就是吴智芬提醒的一样东西 那回去说一下以色列人 对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内塔利亚湖 都会是这一只来的 这个也是很多犹太人 或者以色列人 我们不如就叫犹太人 他们的一个价值观 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说 是 我们大家都信同一个神 但是不要忘记 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天主 或者犹太人眼中的天主 是我经常形容的 就是天主多受善感 其实很有趣 OK 如果你看天主在整本圣经里 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这样才做一个假定 我们没有资格判断天主 但是我会有一个自己对天主的认知 是一个很复杂性格 很多受善感的人 由创世纪开始讲 天主是一个神 做了一个世界出来 他做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个本身其实就是 这个世界是 几乎近似天国 这个天国可能是一个乌托邦 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世界 然后他做了一对人仔 不是人民币 就是阿当和夏娃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创世纪度 阿当和夏娃 天主是有几仁慈的 他没有拿过命令 不过他给阿当和夏娃一个选择 他只是提示阿当和夏娃 不要吃那棵生命树里面的禁果 因为吃了 你就会有自己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 阿当和夏娃听不明白 卿尼的肺甲 为什么只是你 天主父 为什么只是你可以有这个判断是非 黑白的能力 而我们不可以有呢 那他就炸了 炸了之后就大件事了 炸了之后 这个世界 简单说 简单说就是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天主 就是創造世界的时候那个初心 就是那个世界已经控制不了 所以天主是多仇善感的 他最初的时候会怎样去回应这个世界 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 他试过后来就想着消灭所有世界的人 找洛亚方舟 然后就想着重新重新来过 就是由洛亚方舟里面的 一公一那的天地万物的生物再次繁衍 总之消灭 好像洗底一样洗一次 又玩过 他愤怒也试过很多次的愤怒 他愤怒的时候就惩罚 一些 他做出来的世人 即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他又很特别 OK 到了亚巴郎的年代 他就跟亚巴郎立约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旧约 这个就是旧约的意义 这个很长篇 再说下去就搞不定 但是 简单来说就是 天主立的约 是完全信守他的誓言 就是说 他会照顾着亚巴郎的后代 亦即是今天的犹太人 所以今天的犹太人就觉得就是 我无论做对或做错 因为这个在旧约的世界上 在犹太教的法典里面 你也看到的 在犹太教 如果你看旧约的圣经 就是 没有一个人是原人来的 什么人 就算天主很爱那些 大卫王 所罗门 他全部都有犯过错 什么错都犯过了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什么 天主就是我 我和你的死鬼祖先 亚巴郎 纳过药 我说会照着这个 就是我会 我会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 那他就一直 由头到尾都是支持 这个犹太人 就是支持到底 而在犹太人的眼中 这个主是有多重性格 其中一个性格 就叫做万君的天主 如果你看旧约的圣经 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旧约里面有很多 例如有很多chapter 例如比如出谷记 或者约苏厄转 或者还有撒姆尔纪 列王纪 全部讲打仗 讲以色列人打仗 你都会常常会看到就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打仗 在旧约里面 基本上就是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打 他自己都不知道要赢还是输 但是只要听到天主一句 行了 你去吧 OK 还有就是帮我消灭了 整个那个部族 甚至将整个那个国家消灭了 这个就是一个万君的天主 很多人看完旧约 经常都问 哇 为什么天主经常都是这样 很暴力 动下就消灭 就是动下打仗 动下就消灭了别人的暴族 要他全军覆没 等等很多东西 在旧约常常都会看到 我们只能回答 我自己的认知 我自己有限的认知 就是那个是天主早期 在旧约的时候那种的性格 还有他就是很强调 一个就是跟这个犹太人的那份合约 那个誓言 他答应过 怎么样去 就是一路眷顾着犹太人 所以 那个就是一个万君之主的那一面 就打得很厉害 动下都 直接灭族 灭国 这个是有这一面在 所以如果今天 我想和大家说 你今天如果理解以色列人 他们怎样看他们的信仰的时候 就是说 喂 说了 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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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初一 我就做十五 但是 有两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 刚才吴哲昏 神父都说过 喂 大哥 你是不是要人家 还多了 你会不会懂得收 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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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毫无争论 这个 其实今天以色列的政府就要想 还有就是 犹太教 如果比如在我们天主教 或者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角度去看 就是 我们经常觉得 犹太教有一个缺陷 缺陷就是说 喂 他没有看到多重方面的圣经 在圣经里面 天主那个多重方面的圣经 他不是只是有万君之主的那一面 后来慢慢 其实你会看到 你看完整个旧约 到最重要的点来 为什么会有新约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会有新约的时候 就是天主 其实自己都有一个 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就是 他开始你会看到 整天出声 整天发脾气 整天骂 但是后来他发觉 你看到旧约 也都有很多先知书 大先知 杀慕义己 林林种种 伊撒尔 大先知书 还有很多小先知书 这些先知是什么呢 这些先知就是 天主后来也会发觉 不是只是发脾气搞定 我们就 有些人是特别 就是会听 跟天主有沟通 那些就叫先知 然后他们 其实就是 今天讲的什么 这些意见的人士 这些先知 其实个个都 十个八九个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OK 多数都是被皇帝处死的 因为他们经常都会 进间 他们会说一些 皇帝不合听的话 他们继续坚守天主父的 给出来的真理 等等很多东西 天主也都有效力 其实越来越mild了 他开始就是 透过这些先知 希望可以教化这些敗坏的世界 但是后来他发觉 大哥 这些人真是很 我们做人 其实真是 不死都没用 OK 所以到最后 去到先知都搞不定了 摩西的律法又搞不定了 然后就会有新弱的圣经出现 就是有天主就做最后 OK 是怎样爱惜人呢 就是甚至派遣 他自己的独身子 来到世上 OK 背负着我们的罪 然后上十字架 去救赎我们 使凡相信的人 不致丧亡 还能够得到永生 这个就是天主的偉大 所以你去到新弱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什么呢 你再次已经听不到天主的声音 天主没有说话 在整个新弱里都没有 OK 那天主是不是躲起了 神隐了 被 直接为什么消失了 不是 OK 耶稣来了 天主子 耶稣就是天主的代言人 甚至在四福音里面 若望福音里面 一开始就说了 主基督的声音 就是圣言 耶稣的声音 就是圣言 所以 他其实是 他只是透过耶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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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 如果你去到新弱的时候 耶稣说过很多次 就着这句话 至少举个例子 在马太福音 第五章 第38节 那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经常都听到别人说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现在和你们说 他说 不要抵抗恶人 而且如果有人掌握你的右边 你应该把左边打起来 如果有人与你争拗诉讼的话 你拿你的内衣的话 你连外衣都给他 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跟他走够两千步 如果有人求你 给他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 你不要拒绝 这段就是在第五章 38节耶稣说的 这个直情是将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已经颠覆了他 还有这个是圣言 刚才我已经说过 这个也是天主的意思 不是耶稣自己的老作 这个改变有多么重要 这个改变很重要 这个就是告诉你 多些用爱 所以你看到天主一路转变 多受善感 从最初的时候很愤怒 最后他自己也发觉 就是没有东西比爱 大爱的power 所以 当然了 有些人今天仍然是 误解了 或曲解了 如果有人被人掌握你左边 你再给右边去掌握你 傻啊你 但是自己要试味一下这段的说话 其实耶稣很多次都说过这些东西 类似的东西 其实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耶稣要告诉你 就是在仇恨发生之前 你尽量不如和你的敌人去修补了关系 那这个修补的关系不是叫你妥协的 你仍然要坚守你的真理 不过 你试试用爱去感动他 这个说的当然很容易 但是这个方向 是你解决仇恨的另一个option 那今天的来塔利亚湖 其实 有没有想过是用这个option 基本上到今天都没有想过 因为其实 他不是没有读过新约 或者他不相信新约 所以 只是想告诉大家 到今天你怎么理解以色列犹太人 OK 他们仍然都是在 相信摩西的律法 他们仍然某程度上 都是相信以牙还眼 以眼还眼 他们也都 某程度上相信的 就是他们每次打仗 都有万军的天主带着他们 OK 他们是赢眼的 OK 而且赢了之后 一定要消灭的 这个跟今天的世界的价值 是很背道而似的 所以这个问题 是真的复杂到很难搞的 所以唯有多些为巴斯坦人吐告 也都为犹太人吐告 交给主去安排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明白 天主父在我们身上 要施行的一些计划 不是 不是永远都不明白 最终可能会明白 但是我们有漫长的过程 我们也不明白 包括我们今天香港 为什么要受这种苦难呢 为什么要受这种苦难呢 这个这样的不明白 其实是 记住再说 这个是一个考验 这个是对主忠诚的一个考验 而我想告诉大家 经常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呢 我们除了相信民主之外 我们可以做人 都可以如中一次 但是要适拣 就不是如中这个 习近平 或者这个普京 OK 或者不是拜一个人做偶像 我们的如中 如果你信我的话 你只能够如中 天主父 因为他为我们作的安排 一定是最好的安排